在喜马拉雅山南路 有一个历史悠久 文化灿烂 名胜众多的国家 始终让人倍感神秘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它是世界上少数仍然保持传统特色 独树一帜的国家 错综复杂的种姓制度和宗教信仰 至今仍然主宰着人们的生活 让每一个走近它的人 都感觉仿佛进入时空隧道 它就是印度 一个和其他地方有着太多不同 让你看了一眼就很难忘却的国家 有人说 在宗教信仰上 其他国家都是穷人 印度是唯一的百万富翁 在印度教中拥有两百万个神 印度人崇拜所有的这些神 宗教是他们生活的重心 当地人告诉我们 要读懂印度 理解它的宗教和文化 必须先读懂恒河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 都与大河文明相伴而生 恒河是印度的母亲河 是印度古老文明的摇篮 在印度 恒河的地位和作用 和中国的黄河一样 印度的恒河文明 大约起源于公元前2500年 对于生长在南亚次大陆 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来说 恒河是印度的血液和灵魂 作为印度的第一大河 恒河全长2510公里 年复一年如期而至的季风 带来充沛的降雨 河水带来上游 大量肥沃的泥沙 在两岸淤积成万里凉田 奠定了印度富裕的基础 在印度神话中 恒河还可以消除所有的苦难 解脱人类世俗的痛苦 同时洗去人们的罪恶 据传说 施婆神有一次狂怒之后 砍去印度重要神职创造之神 婆罗门五个头中的一个 这个被砍下的头 顽强地粘在施婆神的手上 施婆神跑遍各地 试了所有的方法都无法取出 最后他来到瓦拉纳西 将身体浸泡在恒河中 终于摆脱了粘在手上的头颅 清洗了他所有的罪恶 从此印度教便将恒河奉若神明 视恒河为圣河 虔诚的敬仰恒河 敬奉师婆神和洗圣水澡 成为印度教徒的两大宗教活动 数千年前 印度教子民便开始在恒河上沐浴 教徒们深信 在恒河水中沐浴身体 可以洗净在俗世上所犯的一切罪孽 千百年来 关于恒河的传说 深深扎根在印度教徒的心中 尽管世事变迁 但恒河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 从来没有改变 在印度 无论是什么季节走在街上 都会不时看到一些 身着居红色服装的人们 尖挑两个水湖匆匆赶路 他们或是结巴而行 或是只身一人 每天早上天刚亮时就会出发 一路上他们很少休息 只是在专门的驿站中停留片刻 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 但终点却是一个 到瓦剌纳西 去恒河朝圣 也许瓦剌纳西这个名字 对我们还很陌生 但它却是印度教徒心中的 耶路撒冷 就像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一样 它地处恒河中游 新月形曲流段 曾经是恒河边最大的城市 在印度人心目中 这个城市是圣河的中心 享有神光照耀之地 印度之光的圣名 是印度教圣徒的圣城 印度教人生的四大乐趣是 祝瓦剌纳西 结交圣人 隐恒河水 敬师婆神 有三个都要在瓦剌纳西实现 中国唐朝高僧 玄奘当年历经千辛万苦 最终要到极乐西天 指的就是瓦剌纳西 瓦剌纳西是印度最古老的城市 已经有六千多年的历史了 市区至今还保留着两千多座 建于不同朝代的庙宇 建筑风格各异 形状多姿多彩 有着浓郁的古代宗教特色 相传 瓦剌纳西是由印度教中 主管生死的师婆神所建 信奉印度教的人们相信 师婆经常在这里的 恒河边上巡视 凡是在这里死亡并火化的 都可以免受轮回之苦 直接升入天堂 所以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 他们一生之中 至少要到恒河沐浴净身一次 在他们看来 瓦剌纳西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是天堂的路口 我家离瓦剌纳西有八十多公里 我和村里的几个伙伴一起来的 在路上走了很长时间 尽管一路非常辛苦 但我们认为能到恒河边沐浴 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 我们村里的人们都很羡慕我们 在瓦剌纳西 所有的庙宇群都集中在恒河七侧 东侧没有任何建筑 当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时 整个河面一片橘黄 神秘而又壮观 恒河日出 也因此成为这里的一大景观 每天清晨 不同装饰的印度教徒 都怀着一片虔诚来到恒河边 享受圣水的洗礼 希望用圣水 冲刷自己身上的污浊或罪孽 河面一艘艘小木船静静前行 浸泡于河里的信徒 岸上打坐的僧人 石阶上火葬一室的迷烟交织在一起 梦幻般的情景 使时光仿佛倒流 船缓缓逆流而上 晨雾慢慢散去 远处东方即将破晓 西岸一侧 被当地人称为加特的 层层击击的时间 向人们诉说着印度教徒的前程 加特在凡语中的意思 是通向圣山或圣河的台阶 据说这些石阶 由印度教徒捐鉴而成 捐鉴越多 积善也就越多 经过历代王公贵族的不断兴建 时至今日 瓦剌纳西共有一百个加特 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故事和游览 错落有致 风格各异的神庙公园 矗立在岸边 默默地向人们讲述着这座 神光照耀之城往日的辉煌 远远望去 段子般河面上 灵星飘来点着油灯的河野船 带去亲人对亡灵的哀思和祝福 这里常年都是这样 每天有将近一万人来沐浴 每过十二年 我们还会迎来一个盛大的宗教节日 叫圣水沐浴节 也叫大湖节 这个节日在一月份举行 要持续一个月 全世界的印度教徒 都会赶过来 据传说 当年师婆神 曾和妖魔激战十二年 最后战胜了妖魔 在圣河水中撒下甘露 给人民带来了安宁和富足 我们过大湖节 就是为了纪念这场 历经十二年的战争 那时候河水很冷 可是人们并不畏惧 冒着严寒跳进水里 沐浴后 到水边的神庙中祈祷 然后把鲜花和牛奶 撒到恒河里 有十几万人参加这个活动 场面非常大 泛舟而返 一轮红日 喷波而出 给岸边矗立的建筑 披上了金色花伤 台阶上 只为一条白色腰部的男人 和穿着五颜六色沙里的女人们 成了最美的风景 从河上望去 整个倾斜入水的加特 如同一幅巨大的 秀满艳丽图案的壁坛 悬挂在恒河西岸 这一刻 时光定格 苍穹之下 这条捕育了生生不息 印度子孙的母亲河 缓缓无声地流着 不再有城市里的喧嚣和嘈杂 只剩下虚幻缥缈的永恒梦境 在瓦拉纳西 每天的日子 从恒河沐浴开始 到恒沐浴结束 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 在恒河中 寻找着他们心灵的归宿 除了印度教以外 瓦拉纳西 还是其他宗教的圣地 齐纳教的十三位教长中 有两位诞生于瓦拉纳西 因此 齐纳教徒都以到这里朝拜 为其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务 据瓦拉纳西两百多公里的 菩提加耶 更是佛教的圣地 据传说 佛教的创始人释迦摩尼 当年云游到这里 在附近的森林里 苦修六年 形容憔悴 精疲力尽 但还是没有误导解脱之道 于是他放弃苦修 到附近的泥连禅河中沐浴 洗去一身机构后 随后攀着树枝上岸 喝了牧羊女奉献的乳粥 之后 他来到菩提加耶 在一棵大菩提树下打坐镜丝 发誓 如果不能大彻大悟 终身不起 他就这样苦思冥想了七七四十九天 终于在一个月圆之夜 悟得了正道 成为佛陀 因而菩提加耶 是佛教信徒心中最神圣的地方 七日 释迦摩尼打坐镜丝 只是方寸之地 而如今 这里已经发展成为 著名的佛教和游览圣地 人们在这一圣地的中心 建造了大菩提寺 也叫大绝寺 它是一座下方上尖的佛塔 高五十米 底层是边长十五米的方形 从中部开始 层层向上缩小 顶部为圆柱状 上立以铜制螺旋圆顶 塔身第一层四角的四个小塔 形似主塔 呼应而立 塔上 雕有形态各异的佛像 寺内共有金身佛像一座 光彩照人 据说 大菩提寺最早是由印度历史上 著名君王阿裕王所建 后代不断进行重建或增建 今天的大菩提寺是十四世纪时 由缅甸人出自修器的 大菩提寺后面就是著名的菩提树 它枝繁叶茂 形成了巨大的散盖 树下是有名的金刚座 不过这棵菩提树 已经不是当年佛祖 在下面打坐的那棵树了 如今 菩提树仍然根深叶茂 树干非常粗大 大约需要五个人才能环抱 今天的大菩提寺 终日香火不断 每年 前往朝拜的国内 和国外佛教信徒众多 很多人围坐在树下的时候 渴望能得到从树上 飘落的菩提树叶 给自己带来一生的幸运 位于菩提加耶以北 七十公里的灵鹫山 也就是有名的佛教圣地 中国古代高僧法险 玄藏 意境 都到这里参拜和居住过 并做过详细的记录 至今还是印度宝贵的史料 据说 佛陀在陆野院初次传教之后 率众来到灵鹫山 受到摩羯国国王的优待 佛陀对国王宣讲了高深佛礼之后 国王很高兴 便送给他们灵鹫山附近的 竹林精舍居住 灵鹫山峰高不过数百米 岩石裸露 并没有繁密的树林或是竹林 山上有一个能容纳十多人的平台 是佛陀昔日对众僧说法的地方 著名的法华经 就是在这里讲述的 山顶上 有一座高大的圆形白塔 塔上书写着灵山两字 期盼幸福的佛教和印度教徒们 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 在灵鹫山的空地上 用沙子勾画出房子的模样 他们希望佛祖能够知道他们的愿望 赐给他们房屋 房子越多 今后的生活也会越好 走下灵鹫山 向北走十一公里 就来到纳兰陀 这里是古印度的著名佛教寺院 是当年佛教的最高学府 也是西游记中描写的西天大雷音寺 据当地人介绍 纳兰陀的意思是莲花 象征美 善 智慧和文化 释迦摩尼曾经到这里游历并说法 有人说 印度是世界上最富有宗教传统的国家之一 素有宗教万花统之称 在印度 我们随时能够感受到宗教 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思想观念 生活方式 乃至国家政治的各个方面 然而作为一个富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古国 在全球化的今天 印度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 难以抗拒外来文化的涌入 在国际媒体中 中国的代名词是龙 印度的代名词是象 希望喜马拉雅山 不再是两个文明古国之间的屏障 龙象携手 为新世纪再创辉煌